新型变种病毒Armicron搅局让各国疫情升温 来看到英国的变种病毒疫情快速扩散 短时间内已经占领了英格兰地区病例的20% 而且在首都伦敦地区占了至少44% 官方预估马上就会成为伦敦的主流病毒 然而扩散的速度也让英国官方警告 会有新一波的Armicron感染潮 然而英国现在出现了首例Armicron死亡病例 也是全球第一个公开Armicron死亡病例的国家 英国爆发Armicron变种疫情 各地接种站再次出现大排长龙的场面 家用快筛套组也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 民众仿佛和病毒赛跑 但病毒仍跑得较前面 如今Armicron病例已占全英格兰地区的20% 传播速度之快让英国卫生大臣警告 会有一波感染潮 特别是在伦敦地区 官方预估Armicron48小时内将成为主流病毒 同时英国也证实出现第一例死于Armicron病例 尽管出现死亡病例 也有人比起害怕染疫 更怕封城 噩梦重演 面对Armicron巨浪来袭 英国政府加快推动加强剂接种 牛津大学新研究也指出 两剂辉瑞或AZ疫苗 对上Armicron效果将大打折扣 加强剂似乎已成为抗Armicron最后防线 华世新闻承担编译